我把这都放好了 那你现在说说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很easy 我都搞了好多年了 你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就在 我做到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对的 就是 这是第一个 我还有没有传给你的 对不起 你还有很多 你有传给我好几个文件 可能我最后一个part没传给你 我来下载一下 对 你也可以 就是你看不看到 在差不多屏幕正中间 你先往上有一个箭头 有个箭头 你也可以把你的文件传到这儿来 你给我share screen 我就可以看到你那边 OK 我来把它先打开 对 因为我那个电脑没有进水了 所以我就用这台字里面没有资料 OK 没关系 我就打开给你看 对 你就打开给我看就行 你打开 然后点右上角 这有一个share screen 对 OK OK 嗯 好 我们是四个人一个小组完成一个作业 对 所以我负责的这个part我不是很确定 我这个k的部分 嗯 我不知道我这个Valacity对不对 这个k 那你这个Valacity 那你你的已知的是哪些东西 你那个那些已知的那些条件什么 然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帮你来把这个一期来算一下 我们已知就是这个图 现在这张图 我看我们知道time是 3.18秒 然后range是28.6 然后高度是0 然后你要算的是什么东西呢 算的它Valacity 就是这个 它的初始的 要算它初始的Valacity 对不对 初始的是18 哦 初始的也 我想知道落地点 这个落地点 点时候的速度 你想知道它落地点时候的速度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马上可以来 我给你讲一下啊 嗯 呃 哦 那你这样是你share the screen 那我先停止 对 你你你停止一下 对 好 那我来给你讲啊 你那个图是这样的 对吧 你给了你时间是给了t是等于多少 3.18秒 3.18秒 然后呢你给了初始度是多少 初始速度是18米每秒 18米每秒 Range是28.6米 Range是28.6米 然后呢你没有 角度是60度 角度是60度 对 嗯 好了 这就够了 那你看啊 你往上初始发射的时候 这是一个 这假定是那个V0 然后呢 这有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60度 对不对 那我们 看不到您的屏幕 哦 你看不到我的屏幕 OK 那我先啊 这样 那我写的 你现在 我现在是写一个t等于3.18 你看见了吗 没有 您在哪一个board里面 在board1 board1 OK 我打开board1 哦 看到了 board1 你看到了 对吧 然后呢 你再打一个document p1 第二个 从左方 就紧挨着board1 看到了吗 你看我写在这 这个速度 我画这个图 然后写的这个时间 初始度 range和角度 嗯 看到了是吧 看到 好 那你看 我们现在分析这个呢 就把这个初始速度 要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是水平分量 一个是垂直分量 嗯 对吧 那你看 这个水平分量 相当于就等于V0 乘上cosnθ 对吧 你这如果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V0是斜边 然后呢 这个是角度 这个水平分量 就等于V0 乘上cosnθ 垂直分量 就等于V0 乘上snθ 对吧 对 那么这样的话 水平方向 这种啊 水平方向 它的实际上 是一个匀速运动 那么它走的距离 这个range 就是这个range 就等于这个V0 cosnθ 乘上这个t 对 对吧 它垂直方向的这个 走的距离 h 假如我用h来代表 它就等于V0 snθ 乘上这个t 然后呢 减去 它在垂直方向 相当是一个自由落体运动 嗯 这个如果都用大写着t 那你看 你现在就range告诉了 你range是28.6 你V0也告诉了 你这个角度也告诉了 然后呢 你这个时间也告诉了 也就是说 在第一个方程里边 我没有 所有东西都知道的 嗯 对不对 那你要一个呢 验证一下 就是说 它给你这些条件 是不是符合这个 如果符合这个呢 那就说 你至少心里踏实的 就说它这个是对的 然后你第二步 你就看 在这个 在这个方程里边 现在这个 从 你发射的时候呢 这个 它跟地面 也就是从地面发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h就等于0 对吧 这个h就是等于0 它如果不是从地面发射 比如说距离地面 有一个高度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高度 那么现在呢 你看 V0乘上sense V0知道 sense 知道 T也知道 这个也都知道 哎 那这个全都知道 全都知道的话 那么下面呢 你就要算这个最终的这个速度 最终的速度 它落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的 对吧 你可以想象 它这是最终的速度 比如说是我用VF来代表 那么你要求这个VF呢 也要把它分解成两个分量 一个水平分量 一个垂直分量 它水平分量 由于这个物体在水平方向是匀速运动的 跟原来那个V0 cosθ是相等的 这个不变 水平方向还是V0乘了cosθ 垂直方向的这个速度就变成了 就是V 我这个用V 就是它垂直方向 假设我用V VF 它就相当于是 我还用VF 再加一个V吧 就代表Vertical方向的分量 它就等于这个V0乘上7θ 这是它初始的速度 往上的速度 然后呢 减去一个重力加速乘上这个时间T 就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垂直方向的分量 你把这两个一算出来的话 用这个勾股定理 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边 这个V0cosθ是它的这个边 然后呢 这个V0sθ-d乘上t 是它的这个垂直方向这个边 然后呢 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一开平方就得到了这个 它最终的速度的幅度 然后呢 角度你就可以用 比如说用tangent 或者用 你用sθcos都可以 你用假设用 你这个V0cosθ和这个 V0sθ-t的话 你就用tangent 你比如说这个 用这个 Vertical方向这个分量 比上水平方向分量 就是tangent 然后你求一个ArcTangent 你就得到这个角度了 对吧 那咱们现在算一下 验证一下 看看你算的东西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先算水平方向的分量 水平方向 你看哈 它是等于V0乘上cosθ 那么咱们来算 V0它告诉你 18米每秒 然后呢 cosθcos60度 cos60度不就是二分之一吗 所以这个呢 V0cosθ就等于9米每秒 那我们这个知道了 也就是说这个方向是9米每秒 你这个已经知道 然后再算这个 算这个垂直方向的话 那是V0乘上3θ 那就是18乘上根号3除以2 360度 就是根号3除以2 然后减去 你们G一般用9.8还是用10 9.8 那你就用9.8 然后呢 时间它也告诉你呢 3.18秒 你把这个用计算器算一下 你算这东西在多少 那我可以帮你算一下 我来拿计算器 拿计算一下 我来拿计算一下 我来拿计算一下 $9.35 其实也 영상说 都发出按计算器 也好 这个 the bonus 还算时 因为 下 local 9 选上 sqrt3 然后 减去 12 点去9.8 乘以 你那是3.18吗 3.18秒吗 应该是 那你算出来是多少 对 我算出来的现在是 负的15.575 57555 你把这就进上来吧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三位小数字 那么这个是就代表呢 它这个速度是往下 负的代表是往下 垂直往下 那么有了这个呢 那你现在把这两个数平方 一开平方的话 就把这个 你最终速度的这个 幅度就算出来 那就是9的平方 然后呢 你再加上 15.576 它的平方 然后你开平方 你算一下这个 你用计算器算一下 15.576 15.576的平方 加上81 然后 7.989 OK 你得多少 17.989 OK 我看看啊 你 double check一下 这个是17.989 对的 17.989 约等约啊 那么这个幅度就算出来了 那么你在算这个角度 你就是用这个 用咱们这个15.576 比上9 然后呢 去Arc Tangent 你就得到这个角度了 他就说 他这个和水平方向的夹角 那你算一下 那个等于Arc Tangent 这个 OK 这个VF 这个就是垂直方向的这个分量 就是这个分量 这个是X的 这个相当于是VX 这个是VX 9是VX VY相当于 这个你也可以用VY 这个是VY 这个是VY VX等于9米每秒 VY等于 等于 等于负的15.576米每秒 OK 然后你算一下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的话 角度应该是VY over VX 对 VY over VX 你就用 都用正的 因为你 就想求这个角度 15.576除上9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59.98度 对 你看 它实际上呢 准确的就是60度 你这一个完美的一个抛物的这个 它 初始的速度和它最后落下的角度是一样 你初始的不是60度吗 你那样的话 标准这个过去 它应该就是60度 所以呢 你因为你这做实验嘛 里边有一些近似嘛 所以呢 55.98度 对的 那你现在跟你那个报告里边 你那个做的你看看对不对 是不是一样的 我弄错符号了 应该是减 我弄成加了这里 对 那你要在物理里边 正负只是代表方向 对吧 因为你这地方 你一开始规定往垂直往上是正的 所以往下就是负的 负的不是说 它就小于零 只是代表它这个方向向下 OK 对 好 OK 我帮你下一个问题 好 谢谢 我来拿下一个问题 对 你可以share你的screen 咱们把下一个问题看了 然后再回到我这来可以讲 好 是我发给您的那个作业的实验部分 然后 那你可以就说是我在显示的这个底下 你看你从board1一直到这个每一张 这个P1就代表第一张 P2就第二张 你可以点 是你这个文档吗 我来open我这个Excel文件 然后share我的screen 对 ok 您可以看到吗 可以 ok 是太多了 像是这个是他们弄那个球 然后记录了这些数据 然后他们把公式放进来了 比如说我放这一个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公式 对吧 对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弄的 我 比如说我自己想做的时候 我就不会了 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公式放进去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 OK 第二个问题 它说 这需要我做什么呢 我要calculate那个uncertainty 这个 这个velocity的uncertainty 对 还有difference 就还有percentage 对 这个我没有弄过 我有点弧度 你就是要跟理论的比嘛 就是你现在你这个是实验数据嘛 这是相当于你实际测量的 你实际测量的 对 减去 减去你这个理论上 用了公式算出来的这个值 你这不有个差吗 你把这个差比上 比如说你比上理论值 这样的话就是 它的这个不确定的一个百分数了 对不对 比如说 对 这个是 这是理论值 我用公式做的 对对对 那这一行呢 这一行是你的实验值嘛 实验值 对呀 他们俩现在是一样 对呀 这里现在一样嘛 那你这减不就是零了吗 你这个uncertainty相当于就是零了 但是你不是说每一个都一样 你看你看第二行就不一样了 第二行你这个理论值是2.08 你实验值是2.05 你这个一减不就得0.03了吗 0.03然后除上2.08 你不就再乘上一个 你不就得到一个百分比吗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 它的uncertainty嘛 所以我用 你用这一列 2.05减去2.0 用实验值减去理论值 或者说你用理论值减实验值都可以 然后呢你除上 比如说你除上理论值 然后呢 对 然后变成百分比 变成百分比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可以就说 你不要取决对值 假如说你不取决对值 你就可以看出来正负 对吧 你比如说你理论 你实验值现在比你看第二个 比那个理论值小 对吧 那样这样的话 你得到这个百分比是个负的 对吧 也就是这样的话 它比你就知道 它比理论值小 对吧 然后呢 你比如说第三个值 你又2.10 理论值是2.08 你减这一除 你得到一个正的数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正的误差 然后有正有负 对不对 你这就可以看出来 你这个实验的这个误差 你也可以就说 假如说你不关心正负 只关心这个绝对的差 你也可以把那个差 给它取个绝对值 这样的话 你得到的那个百分比 全都是正的 你就看到的只是 就是说它跟理论值之间 大小的差异 你并不关心 它到底是比理论值小 还是比理论值大 我建议你先用 就是不取绝对值 你假如取绝对值 也很容易 你在这个exact里边 直接加一个abs函数 就可以得到绝对值 或者说你可以再加一列 我再取一个绝对值 我这样的话 不确定性 就只是一个量值上的差异 而没有这个方向上的差异 所以我应该是 把它们每一个都计算一次吗 比如说 对 你都要计算一下 第一次我计算得到一个数 对 然后我第二次 我计算我得到一个数 对 那这个total uncertainty是什么呢 total uncertainty就是说 你把这里边的取一个最终的一个 你比如说取最大值 就代表我这个不确定性里边最大的 不确定性现在是多少 取我这里面数字最大的 对 你比如说你 你比如说你 你那个第一个你是0% 第二个比如说2% 第三个比如说4% 第5% 最后你发现5%是最大的 那你这个总的不确定性就5% 就挑那个不确定性里边 绝对值最大的 OK 那这个difference是什么呢 difference就是说你用 比如说用实验值减去理论值吧 就是代表的是这个绝对的差 没有percentage 哦 那你看看 你这个加着有percentage difference 你这有 你这个前面是不是这个percent difference 对 那这个就是代表就是百分比的差 它跟这个uncertainty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这个uncertainty 我看看 应该是很接近的 但是我看看 你这个uncertainty实际上是不是你就是关心的那个绝对值 你这个difference呢 你可以看出来 可以比如说你就用实验值减去理论值 然后除上理论值 你得到这个difference 这个百分比有正有负 然后呢你这个uncertainty呢 你比如说你可以取个绝对值 但这个也是代表了百分比啊 uncertainty 百分比的uncertainty 所以呢你就可以这些都是正的值 或者都是大于等于零的 这个这两个应该意思是很接近的 我看看啊 我可以再给你查一下这种uncertainty 到底是 它是怎么来定义 这种uncertainty的 定义 好 在physics上uncertainty是怎么定义的啊 好 这有 Scientific uncertainty is a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是 这种 对 这种 就是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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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30th state of nature OK 不缺的东西 你就可以按设计的方法 in physics 我看它怎么来计算 对 这有计算公式 对 相对的ansert 就是绝对的 误差除上 被测量的值 就是相对的 如果相对的不确定性 就是绝对的差 除上已知的值 这叫相对的不确定性 那你在转换这种百分比 就是我说的对的 就是这个不确定性 就是用绝对的误差 就是absolute absolute error divided by unknown divided by unknown value 这个是给 uncertainty还是difference 给uncertainty的 我们要用absolute value 去除以它 除上它的理论值 理论值 对 那差呢 那那个difference呢 difference 你就用比如说 你就用你的理论实验值 比如说减去理论值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取一个 它就百分 要了个百分比的话 就把它转换成百分数就可以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对的 就是说那个差呢 可以有正有负 因为你 你假如说用那个 实验值减去理论值 因为你有时候比理论值大 有时候比理论值小嘛 这样的话你得了数有正有负 但你不确定性的话 把那个差呢给它变成绝对值 明白 对 好 谢谢 那下一个问题呢 你都交往我了 没了 那太好了 欢迎你有什么问题 你随时跟我联系 好 谢谢 好 那就这样 拜拜 谢谢 好 谢谢